寓言故事 美丑标准 杨猪到宋国 投诉在一家客栈里 杨猪到宋国 投诉在一家客栈里 店主人热情地接待杨猪 并向他介绍自己的家人 店主人热情地接待杨猪 并向他介绍自己的家人 杨猪发现主人有两位小妾 一位长得亭亭玉立 楚楚动人 而另一位却相貌丑陋 杨猪发现主人有两位小妾 一位长得亭亭玉立 楚楚动人 而另一位却相貌丑陋 偏偏令人不理解的是 店主宠爱丑陋而清见漂亮 偏偏令人不理解的是 店主宠爱丑陋而清见漂亮 偏偏令人不理解的是 店主宠爱丑陋而清见 杨猪怀着好奇心 想打听个究竟 便询问原由 杨猪怀着好奇心 想打听个究竟 便询问原由 杨猪怀着好奇心 想打听个究竟 便询问原由 杨猪怀着好奇心 杨猪怀着好奇心 想打听杨猪怀着好奇心 杨猪怀着好奇心 想打听众瑞 这位看似丑陋的心地善良,待人谦和,知情达理,令我越看越觉漂亮。我一点也不认为他不漂亮。 说到这里,正好漂亮的那位小妾昂首地走过来。 说到这里,正好漂亮的那位小妾昂首地走过来。 主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对羊猪说。 主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对羊猪说。 瞧这德性,这模样,实在叫人生艳,他哪里知道什么叫美,什么为丑。 瞧这德性,这模样,实在叫人生艳,他哪里知道什么叫美,什么为丑。 听主人说后,羊猪认为,外形固然很重要,品行却是更重要的标准。 听主人说后,羊猪认为,一个人若貌美再加上品格高尚。 那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爱戴。 一个人若貌美再加上品格高尚。 那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爱戴。 若相貌不理想而心灵美,也会获得尊重。 若相貌不理想而心灵美,也会获得尊重。 对美与丑从来有两条标准。 追求外在美,是表面的肤浅的。 崇尚内在美,是本质的富有内涵的。 对美与丑从来有两条标准。 追求外在美,是表面的肤浅的。 崇尚内在美,是本质的富有内涵的。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知道。 表面美是暂时的。 内在美,是永恒的。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知道。 表面美是暂时的。 内在美,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生词。 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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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欲利。 楚楚动人。 丑陋。 宠爱。 宠爱。 轻见、轻视。 打听。 打听。 究竟。 询问。 自视。 自视。 傲气。 傲气。 谦和。 谦和。 知情达理。 昂首。 瞧。 桥。 模样。 启发。 固然。 品行。 若。 若。 品格。 品格。 高尚。 高尚。 爱戴。 爱戴。 心灵。 心灵。 追求。 追求。 肤浅。 肤浅。 崇尚。 崇尚。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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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 暂时。 永恒。 永恒。 美丑标准。 杨猪到宋国,投诉在一家客栈里。 店主人热情地接待杨猪,并向他介绍自己的家人。 杨猪发现主人有两位小妾,一位长得亭亭玉丽,楚楚动人,而另一位却相貌丑陋。 偏偏令人不理解的是,店主宠爱丑陋而轻见漂亮。 杨猪怀着好奇心,想打听个究竟,便询问缘由。 那个漂亮的自视美貌却轻视他人。 傲气得不得了,我越看他,越觉得丑。 这位看似丑陋的心地善良。 待人谦和,知情达理,令我越看越觉漂亮。 我一点也不认为他不漂亮。 说到这里,正好漂亮的那位小妾昂首地走过来。 主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对杨猪说。 瞧这德性,这模样,实在叫人生艳,他哪里知道什么叫美,什么为丑。 听主人说后,杨猪认为,外形固然很重要,品行却是更重要的标准。 一个人若貌美再加上品格高尚,那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爱戴。 若相貌不理想而心灵美,也会获得尊重。 对美与丑从来有两条标准。 追求外在美,是表面的肤浅的。 崇尚内在美,是本质的富有内涵的。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知道,表面美是暂时的,内在美是永恒的。 在美,是本质的富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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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质的富有内涵。 在美,是本质的富有内涵。 是本质的富有内涵。 是本质的富有内涵。 是本质的富有内涵。